大家好,我是Stan 在与SM的合约纠纷离开SM后 直到现在都无法出演第三波电台的金杰准 时隔14年,终于要回归第三波电台了 8月28号,根据MBC报道 金杰准将于8月29号至9月3号期间 担任MBC FM4U节目 这些云露的特别DJ与听众们见面 这是金杰准近14年来首次的第三波广播出演 对此金杰准表示 久违的电台DJ让我既兴奋又紧张 粉丝们听到这个消息 也应该会感到高兴和愉快 我已经感到非常自豪了 然后在出演节目之后 金杰准更是在IG发文表示 就像是14分钟一样 现在重新开始的感觉 我会再努力30分钟的 啊,大发 时隔14年 这期间真的辛苦了SM 以后请再继续30年 应该是以苏满出去了的原因吧 希望也能出演音乐节目 应该很快就可以的 金杰准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上航网热搜的 非常催泪的内容 今天金杰准上传了天空照片 以及离世粉丝 曾写给自己的信后发文 开朗又活泼的 吉娃娜 长时间来一直都是你为我走来的路 为了最后一次跟你打招呼 我也走在了那条路 原来是这么遥远又辛苦的路程啊 我竟然现在才知道 想起不久前才笑着问我 近况的你的笑容 真的非常心痛 吉娃娜 我不会把这个当做是离别 希望你在那里充满笑容 过着幸福健康的日子 然后等到我们再次相遇时 一起拍照 一起分享没说过的事情 你很期待的新作品 我也会想着奇文你来好好努力拍摄的 好好看着我吧 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你是我的粉丝 我们一定要再见面 这位离世的粉丝 这位离世的粉丝 奇文是奇木兵的战姐 奇木兵不仅是送了花环 也亲自到令堂悼念了 之后奇文的妹妹弟弟父母亲们 也都留言感谢奇木兵能前来葬礼悼念 让一家人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真的好催泪 希望粉丝能去了好地方 粉丝最后的路应该很幸福了吧 真的是成功的粉丝 因为奇木兵也曾因癌症而受苦 所以年轻的粉丝先走 应该让她感到非常心疼了 听说她的家人 因为奇木兵受到了安慰 真的是太好了 最近古兵生日时 因为只有我自己内心的交情 所以没能亲自打招呼感谢你 但非常感激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为我们古兵拍摄了美丽的照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的一个人 希望你在一个美好的地方 安心休息 真的非常感谢 希望奇文能在另一个世界 永远幸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白波安妮吉剪短法的理由 这理由是因为 去咱们接下来 泡警 地财 永远 在这里 我先得订决